大家好,我是復健科的李維醫師 我其實以前非常非常的喜歡數學 我在國中以前每天都想我一定要當數學老師 而且我媽媽是國中老師 我覺得教小孩好好玩喔 可是在我後來考大學連考要填志願的前一天的時候 我那時候在練機車 剛好大學連考填志願那一天是我生日 但在我前一天練機車其實是無照價式 我就不小心撞到人 然後撞到人那是一對母子 那那對母子其實她是 他們都是打零工為生 家裡其實很窮 然後老公也離婚了 老公也跑掉了 所以那媽媽三四十歲 帶著小孩大概十歲自己生活 那我撞到她 她跟我說她半年前也出車禍 也是被一個卡車撞到 那時候我覺得很無能為力 我爸爸媽媽幫我處理這個車禍 她要住院醫療 可是她腳 有一隻會越來越沒力 然後也是復原了復健半年 才慢慢變好 可是她中間都沒有收入 那我自己其實也受傷啦 我自己也是走路很不好走 可是我就覺得那人那麼容易就受傷 而且騎摩車的人這麼多 那我們要怎麼樣預防 我就覺得她 我這樣 我是不是應該也要餵點做什麼 而且我其實無照駕駛 至少她還沒有去告我 然後我們就和解 私底下和解 那我爸媽媽也照顧她 結果就是因緣際會 我就自己覺得自己很後悔 為什麼我自己還不太會騎摩車 我爸只是在旁邊看著 我就這樣隨時去撞人家 而且還黃線 雙黃線就左轉 然後她剛好停在中間 我就撞上她 那雖然她後來還是恢復健康啦 但是我覺得那18歲的時候是 有點像大人又不是大人 又好像想要為這個社會做一點改變 但是又沒有這個能力 而且剛好那一年我奶奶 她以前從小就照顧我長大 我們以前是種田的 我爺爺奶奶都種田 自己養雞種菜 那一年她跌倒骨折 大腿骨折 她就住院住了三個月 腳都不太能走 那時候以前在苗栗那個鄉下去啊 我們鄉下長大 這個醫學其實沒有很發達 就是骨科開完刀之後 就跟她說 啊你自己練習走 可是她不敢走 她就在家裡 每天躺著 然後兒子照顧她 這樣過了三個月之後 她其實就不太能走 只能後來開始慢慢練那個 摸字型那個助行器 那以前田就收掉啦 啊雞就賣人啦 我總覺得 我們是不是可以改變一點 什麼老人家六十幾歲 真的開完刀躺床之後 就不能走了嗎 那也剛好是同那一年發生的 所以我在田志願 後來我就改志願了 我還是念醫學系好了 我還是來當醫生 如果我可以為這個社會做一點什麼 而且其實我數學考大學年 考數假一百分耶 也不是說當數學老師 不能為這個社會做點什麼 但是又更貼近人生活的 應該就是醫生吧 啊剛好我成績也上得了 所以就跑去念醫學系 大家好 我是復健科的李維醫師 我再健康多一點 我們在這裡等你喔